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龙在这场比赛前呢也是这个是有受伤 所以也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一龙能不能坚持下来这样强大的一个强度 一龙呢作为武林峰的一个招牌人物之一 也是一个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 自己的打法呢并不具有这个传统自由国际选手的这种代表性 但是一龙的打法呢就是 一龙的打法就是更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 一个国际选手呢在面对更多的实战经验 漂亮 面对更多实战经验的一种进攻 直接被赌秒了 一龙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找了一个冷子 直接把对方记倒 一龙的风格呢就是这样 一直在找着对方的一个进攻 用自己长期的这种国际的经验 目前一龙有49胜6负一瓶这样的一个战境 在面对锅球 在面对长岛熊一郎等等的这样的进攻呢 一龙依然保持着自己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打法 并不是非常 衔接的非常好 或者是我们密度非常大 打法很漂亮 并不是 但一龙的打法就是很实用 老尔的前手后手 这种典型性的进攻似乎对一龙来说呢 已经见怪不怪了 老尔已经几次击中了一龙的头部 但是对一龙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双方换拳 一龙打着对方一个猎起 我们明显可以在双方的身材上可以看出呢 一龙明显比对方的尾度要小得多 这样的话对方的本啊 一龙他这种低位的扫踢支撑腿 或者扫踢对方两腿能把对方摔倒的这种方式呢 也是自己的一个特殊 看下半晃 前后手的连击 一龙只还了一拳 将对方直接击倒 这个打击的准确度啊 对一龙来说是非常可 这个一龙还是挺恐怖的 一龙在找摇闪的位置 是非常可疑的 在第一回合王二已经被读了一个强疤 这样来说整个局势对伊隆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现在场上的裁判也是我们的Tony Wicks VC 接腿 我们看伊隆低扫 中扫接后手拳 伊隆把自己的防御放开 想右对方进来 对方又没有上当 拉尔滴跃扫梯 典型性的进攻对伊隆来说实际上已经应对了很多次了 从心态上伊隆应该是比较轻松一点 毕竟在第一回合有一个强疤 我们看到伊隆如果主动撑击很多动作的话 实际上对伊隆来说并不是很擅长 但是在双方互拼中找对方的这个致命点 伊隆一直以来表现得非常好 这个比赛已经上升了74.8公分165 实际上对伊隆来说呢 这是一个比较吃力的体重 一般伊隆会在这个7或7二 但对朗尔来说呢 这是一个自己很擅长的体重 好 朗尔的连续的三拳 对朗尔会不会出现的那种第一位的 把对方扫勾倒的这种动作 漂亮前后手 好 朗尔找一个时间差后找机会 伊隆在找机会 哦 朗尔连续的三拳 你看在整个的速度中 快发上了 又是右前后领拳 伊隆还了一拳 朗尔连续的进攻 两拳 一拳就一腿 我们看在整个的爆发上呢 朗尔的这个突然的发动力是很好 第二回话也差不多10秒钟 漂亮 伊隆很擅长在第二回合 凌声技术前的这个动作 我们姑且称赞为这个勾扫腿 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在泰拳手里运用的比较多 但能运用这么纯手的 在我们美风的擂台上 实际上并不太多 伊隆一直以来以自己比较独特的形象和打法呢 在我们的五层里面上会以观众认可 看下慢放 前后手的伦百 那这拳击到 这是老尔连续 脚下有点滑 老尔连续两次小摆拳 我们的比赛最后一回合 我们的比赛最后一回合 看我们的这个财犯20wix的审视 对这个罗豹 财的很严啊 伊隆开始增加自己打击频率 一直在踢对方的支撑腿 想用这种干扰平方的方式来击中对方的面目 你看一直 伊隆的两次摇闪很漂亮 击啥 一直以来我在跟伊隆的这个裁判员老师 也在征询这个意见 如果伊隆 伊隆陷入了对方的一顿断拳 如果伊隆刚才的这个动作 并不是踢的对方支撑腿 还是在踢对方的防御腿 对方踢飞以后呢 这个是算 漂亮 飞机 这个是算重击呢 还是算摔劲 伊隆陷入了 伊隆陷入了 把对方抵在审视上里 让对方出不来 但是在本力的身材上 我们可以看出伊隆还是有劣势 伊隆阮阮仓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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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消耗的比较大 特别是老二 我感觉转身边权 把对方直接转身边权击倒 一生在这种乱战中 找进攻时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方还要打 飞机 我们的裁判 托尼维克斯先生认为 对方的眼神已经散了 不再适合进攻了 因为在伊隆刚才的一个跳膝出现以后呢 对方并没有进行相应的防御 那为了保证选手的安全 这场比赛伊隆拿下了 很漂亮 表现的自己的特效很好 恭喜伊隆 好 好 好 太小 already 老闆 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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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 太小了 Low WCK WORLD MIDDLEWAY CHAMPION 伊朗 一代中的本番賞